全员坦白剧终于来了 美女嘉宾自保离过婚 痴情奶狗为她疗愈情伤 老鱼和沐鱼冷战又表白 这期的信息量也太大了 哈喽姐妹们 这里是姐妹土曹爵 我又来讲半熟恋人2了 上期我们讲到 晚时想和天超去约会 但是宇安紧接着就来找天超坦白了 两个人把之前的误会解开 天超的心理当然还是更偏向宇安的了 第二天早上 小屋里搞了个早餐比赛 男生做菜女生打分 分最低的男生要吸碗 天超竟然自己赶皮做馅儿包了小笼包 这一点简直太加分了 稳稳拿到第一包座 老鱼做的蓝莓燕麦豆奶和欧姆雷就是中规中矩 但是沐鱼给他打了唯一一个十分满分 这就是光明正大的偏爱 之后大早出时 沐鱼和老鱼又互换香水研究了半天 这种老夫老妻的熟悉感谁懂 因为最近几天两人工作都很忙 只能从上班下班的缝隙里挤出时间相处 好不容易到了周末 老鱼拿了个尤克莉莉来弹给沐鱼听 弹的曲子是《遇见》 听着还是有点小浪漫的 沐鱼说想学 老鱼又手把手的交 亲密接触这不就来了吗 宝儿和老孟那边终于按照约定去打了网球 在此之前 两人都找朋友聊过 也都意识到了感情上的问题 他们俩可能是节目里反思次数最多的VP了 但具体有没有作用 呃就不好说 这次的网球约会还算是挺顺利的 两个人玩得很开心 又一起去逛超市 结果老孟走着走着又没注意 宝儿掉队了 两个人开始各买各的 一看这个情况出现 咱就知道 又要哭了 宝儿觉得如果是前几天的老孟 一定会更关注他的 现在肯定是因为爱被消磨掉了 难道说他们俩就只能做朋友了吗 想到这里他不禁悲从中来 内耗组还真是从头到尾都稳定发挥啊 宝儿和天超的约会项目是去打棒球 天超这个打扮真的很像热血少年版男主角 他对宝儿就是很单纯的朋友相处 就算肢体接触也没有暧昧 不得不说 宝儿真的很会 他在约会时的一些小动作 节目们就可以学起来了 不经意的晃一晃男生的手臂啦 还有在车上睡觉 靠上男生的肩啦 做饭时举不动锅 让男生来帮忙啦 满满都是小心机啊 等到宇安回来了 晚上还从天上碗里夹来了几根青菜 一边夹一边超大声的在说话 宇安怎么可能注意不到呢 心情当然就不好了 到了周日傍晚 沐鱼本来要加班 但他又想和老鱼多相处一会儿 就决定跟他学20分钟优克里里 然后再加班 偏偏这时候又一直有其他人来打岔 说要点外卖之类的 他们俩始终没能有独处时间 无人在意沐鱼还独自抱着钱 好不容易等那些人都走了 杰哥还留在这儿 老鱼又问三个人要不要斗地主 沐鱼有点难过 因为刚才老鱼答应了要叫他谈钱 却一直在想其他的事情 他说完自己的感受 就红着眼睛上去加班了 老鱼抱着琴有点懵 杰哥马上主攻 你得去哄啊 老鱼这才赶上去 沐鱼看见是他来了 让他待在门口憋进来 老鱼还是厚着脸皮进去了 沐鱼很直白的说了自己不开心的原因 老鱼也解释 自己刚才张了点外卖的事是怕沐鱼饿 然后想给沐鱼献唱一首 沐鱼故意赌气说 不想听 你把香水拿回去吧 今晚也不想看你朋友圈了 其实最后还搬着电脑到楼下去加班了 沐鱼心里还是有个小疙瘩 愿意下楼 也是想给老鱼一个跟自己沟通的机会 但是老鱼把人叫下来之后 又去和杰哥玩滑板了 哎 直男真的很难懂女人心啊 老鱼察觉到了 沐鱼一直在生气 但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之前他道了歉也哄了 但没效果呀 老鱼心里也委屈 但是沐鱼忙于工作 没空搭理他 两个人莫名其妙的就开始尴尬起来了 第二天连见面都不打招呼了 沐鱼也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 他得学会更加表达说自己才行 所以他翻出了之前 老鱼让他帮忙解开的项链 认真解开之后 他拿着项链和盆栽去找老鱼示好 但是老鱼居然说 你送我花干嘛 自己留着吧 他说完这话就后悔了 冷静了一下之后 还是主动去找沐鱼聊聊 结果两个人坐下来 看着小学生半嘴 你为什么不找我讲话 我哪里没有找你讲话 是你不跟我讲话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先讲话 这一段都给我听笑了 三十多岁的人了 怎么这么幼稚啊 吵完之后 两个人才认真说起感情 沐鱼说自己为了解开项链 指甲都劈了 还故意伸给老鱼看 老鱼也意识到 沐鱼比他想象的 还要更在乎他一些 两个人就是太在意对方了 才会有情趣 老鱼也为自己刚才的上头行为 检讨和道歉 沐鱼听了就笑了 老鱼又说 我买了巧克力蛋糕 是你提过喜欢的那家 沐鱼问 那我为什么没吃到 老鱼说 他今天中午赌气自己吃了 沐鱼知道 老鱼心思细腻敏感 让他不开心了 就来找自己沟通 不需要全都自己憋在心里 希望他可以放心的去表达 两个人现在就算是把话说开了 立马又回归了 打情骂俏的模式 有问题就尽情解决 这才是健康的关系嘛 之后老鱼还专门买了 沐鱼喜欢的菜 给他亲手做了顿饭 虽然做的还不是很熟练 但这份信还是值得表扬的 鱼安终于和天超一起去买了花 这也是之前 两个人一直没能弥补的遗憾 两个人买完花 就回了小屋谈心 鱼安终于愿意对天超敞开心扉 说出自己以前的感情经历 他和前任14年在一起 18年结婚 19年一国了4个月后 南方出轨了想要分开 对他的态度非常冷漠 就算鱼安病了也不闻不问 那段关系很不健康 与埃之带压抑自己 放低自尊 因为心理上的疮伤太大 还得了焦虑恐慌症 生理上也产生了很大问题 后面很长一段时间 才慢慢走出来 天超听完也被震撼到了 但是他很能和鱼安共情 他童年时身体过于虚弱 好几次住进重症病房 在有过这些经历之后 更能体会到鱼安的难受 他并不觉得 离仪是两人之间的阻碍 反而觉得 鱼安因此成为了更坚强的玫瑰 因为这一次交谈 两个人的关系其实更近了 两人的朋友圈 都是发给对方的鼓励 这就很默契 老鱼和沐鱼的朋友圈 也先有零行 沐鱼吃到了老鱼的菜 心情很好 只可惜没拍照 老鱼刚好发的就是 那几道菜的照片 两个人怎么可以这么巧 张燕和三水那队虽然没尽头 但也很稳 张燕记得上次约会 三水没有自己的羽毛球派 就送了他一副 三水很开心 所以朋友圈也不发了 老鱼出门上班前 还不忘给沐鱼做爱心早餐 而且做的还是他最爱的流星蛋 晚上回来又给沐鱼带了吃的 这个表达 真是比之前还要更明确了 鱼安那边下了班回来 还没吃晚饭 听他就主动提出 要给他包馄饨 但晚时也错过来说要学 这样就显得他跟天少更亲近了 鱼安以为天少还在摇摆 所以心里有点不舒服 旁边老孙和沐鱼在玩爱情默契测试 两个人面对所有问题的答案 都是一致的 简直不要太配了 这时节目组通知他们收拾行李 明天要集体出发 去两天一夜的露营 明晚每人可以选择一名异性 在露营地搞坦白谈话 并且今天要把想坦白的关键词 发在朋友圈 具体每个嘉宾的关键词 都放在这里了 后面咱们还会细说的哈 第二天所有人都去露营了 只有张燕一个人还要上班 他下了班还得看晚上 赶不赶得过来 太惨了 大家在草地上玩耍的时候 晚时和宇安都想和天少玩飞盘 这就尴尬了 他往哪边扔都不太对 最后只能随缘扔出现 他是因为年纪最小的弟弟 为什么要承受这些 到了晚上 大家围在一起吃火锅 整个氛围都很浪漫 可惜张燕还没有来 吃完火锅就是玩游戏 大家都做得成双成对的 宝儿抽到的是 要对方一起做鬼脸 并拍照纪念 他和老孟还真是隔得有够远的 在拍框都差点装不下 然后他们又玩了个纸条游戏 每人都能写三张纸条 匿名指定某人做某事 天少要说出一件 来小屋后做过最勇敢的事 他说是找宇安谈心 宇安的任务是拿水果为异性 他当然也选了天超了 这一队其实从谈心之后 就慢慢体验起来了 天超根本就没有在犹豫嘛 问到后半段 张燕终于来了 正好三水抽到了问题 问他心意确认了吗 他说心里已经有一个答案 已经想好了 有人问宝儿 你有想过出了小屋之后的结果吗 这个问题真的很敢问 宝儿说自己没想那么多 既然来都来了 就珍惜这段缘分 刚好碰上喜欢的话 可以尽力尝试 有没有更深的缘分 等于是刻意避开了 提起老孟这个人 大家散了之后 终于到了万众瞩目的坦白局 老孟当然找了宝儿 他的关键词是真实 他从小到大都寄宿 内心很孤独 所以很依赖感情这件事 有人说爱情 亲情友情会是一个人的护盾 但他没有过这种感觉 他只觉得那些是软肋 他以前总是想寻找存在感 伪装出一个善于社交的自己 但那样很累 他不想在最亲密的关系上还伪装 所以希望能放松的做自己 可是他跟宝儿在一起 压力很大并不轻松 宝儿听完就哭了 他没想到自己的那些行为 会把老孟推远 说来说去 他俩就是三个字 不合适 宝儿的关键词是 过去的我 他小时候也很孤独 家人太忙了 给不到他需要的爱和关注 所以他很害怕一个人待着 在学校也尽可能的去参加集体活动 他以前那段感情 男方完全了解他是什么样的 但也因为爱上了其他人 而去伤害他 那段之后 他会害怕喜欢和依赖一个人 也害怕对方离开自己 他以前一直觉得是合适更重要 但现在他觉得还是喜欢更重要 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 喜欢一个人了 老孟听完也很心疼 他一直觉得两个人太像了 但宝儿需要的安全感 他又给不了 老孟对沐鱼的坦白关键词是 异地 他们俩其实该说的都说完了 就只能聊聊未来的事了 他是真的很喜欢沐鱼 所以希望能够更进一步 这完全就是在表白了吧 他们俩的尖度条 怎么比别人怪呢 但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老孟不会一直留在上海 沐鱼短时间内也不会去北京 两个人就成了异地恋 老孟觉得这不是大问题 因为他每个月都会来上海出差 他们能通过努力来缩短这一段距离 沐鱼也觉得 与其想那么远 不如把握好当下 尊重这份奇妙的偶遇 他的关键词是 愿望清单 其实就是以前没完成的遗憾和未来的规划 他今年的愿望清单 就是想遇到一个对的人 而他在小屋里 遇到最心动的人就是老孟 他意识到 自己有时信号给的不是很明确 夸奖的声音很小 拒绝的声音大 还说 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不论老孟是第几个来 他心里都期待着他的 沐鱼从第一天晚上 一起洗碗的时候就心动了 虽然老孟并不是他预想中的理想型 但他愿意为了老孟 抛开那些预设的条件 去考虑两人的未来 两个人基本把坦白局 玩成了告白局 这样的爱情也太美好了吧 关于其他几位的坦白局内容 还有最后大结局的牵手结果 就要等下期公布了 想看的话 别忘了点赞关注我 本期的反响越好 我才越有动力做下去呀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